大家好,欢迎来到安迪跨境 前几期视频我有介绍过新加坡长桥证券的开户入金和出金 以及香港长桥证券的开户入金 本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香港长桥证券如何出金 顺便介绍一下长桥的游游通功能 打开长桥证券APP 点击资产里面的全部功能 点击提取资金 提取币种可以选择美元或者港元 提取质可以选择想要提取的银行卡 点击管理我的银行卡 可以添加新的银行卡 或者从全部功能里面的银行卡这里 也可以到银行卡管理前面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就可以进行银行卡的添加 银行账户地区这里可以选择香港银行卡 美国银行卡等 这里选择香港银行卡 卡所属银行 选择想要入侵的银行 银行账户姓名自动带出 输入银行账号 账户类型有美元 港元 综合账户 根据自己的入金币种进行选择 银行卡证明这里 上传银行卡照片或者结单照片 点击提交 通过这种方式添加银行卡后 还要对银行卡进行验证才能出金 需要再次输入银行卡照片或者结单进行验证 审核的时间一般一到两天 相对时间比较慢 还有一种快捷的添加银行卡并验证的方法 就是通过EDDA授权的方式 点击全部功能里面的存入资金 选择入金币种 选择港元 选择入金银行卡 选择其他银行卡 选择香港地区银行卡 有很多香港银行可供选择 这里选择招商永龙银行 点击EDDA进行授权 选择银行账户姓名 输入银行卡号 汇款账户类型选择综合账户 银行开货证件类型 选择内地身份证 输入证件号码 点确认授权 这里有个关注点 如果是汇丰银行或者扎打银行 EDDA授权时的开货证件类型 为港澳通行证 中心香港为内地身份证 如果遇到EDDA授权不成功 多半是因为证件类型选择错误 这两个证件换着输入一下就好 总有一个满足你 不同银行 EDDA授权时间不同 快的几秒钟 慢的一个工作日不等 常常永龙的EDDA授权 大概用了五分钟 EDDA授权成功 就可以直接提现了 点击提取资金 我这里选择提取美元 提取的银行选择恒生银行 输入提取金额 我的美金在长桥的余额通里面 点击确认提取后 系统会自动赎回余额通里面的美元 然后进行出金 预计两到三个工作日到账 常常证券的余额通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类似于支付宝的余额宝 闲置资金会根据币种 自动买入货币基金 账户里面有港元 会自动买入港元货币基金 年化约4%加 账户里有美元 会自动买入美元货币基金 年化约5.2%加 当然这个年化是会波动的 实际以当时显示的年化为准 额通方面的地方在于 虽然系统会自动将闲置资金 买入货币基金 但你使用的时候不需要手动赎回 比如购买股票的时候 可以直接购买 不需要等待赎回的过程 系统会在后台自动搞定这些事情 出金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不需要手动赎回 系统会自动处理赎回的问题 以上就是香港长交证券出金的过程 如果你想注册长交证券 欢迎使用我的邀请码 或邀请链接注册 这样你在入金达标后 也会有相应的入金福利 如果在存量证明上遇到了问题 也欢迎与我交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再见 感谢大家观看